好我們再看的是超商好客又鬧事了 在台中一間摩田 二十三號傳出有先婚夫妻吵架 警方趕到現場發現這名男子 其實就是曾經大鬧超商的朱姓男子 當下他情緒非常激動 於是將他強制送醫 不過妻子就透露 其實先生是受不了網友的輿論壓力 才會情緒失控 男子情緒激動赤裸上身 對著遠景瘋狂喊叫 遠景溫柔想勸 男子終於放下戒心 乖乖配合從床上下來 但下一秒 沒想到成功上銬 送上救護車的途中 他又失控了 都已經被送上救護車 還是不斷對遠景咆哮 只不過男子的囂張態度 加上健壯身材 好像似曾相識 眼尖遠景驚覺 這位先生就是之前大鬧超商的超商好客 上個月二十號上午 男子到超商購物 疑似買不到想吃的輸肥雞胸肉 既然當場砸東西泄糞 還跟遠景爆發肢體衝突 沒想到才過一個月 又在旅館跟妻子發生糾紛 台中市正北七路一間旅館 二十三號傳出 有一對新婚夫妻發生爭吵 男主角就是被網友 稱為超商好客的逐姓男子 根據了解朱姓男子的妻子透露 這回疑似是先生受不了網路輿論 一時氣憤才會砸東西 幸好送醫後已經穩定 雖然人沒事 但也讓超商好客的鬧事記錄再添一筆 謝謝綜合報導 謝謝